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航班一直未能抵达首都北京机场 北京首都机场 这飞机上有239名乘客 还有一些我们的同胞 我们始终没能再见到他 马航失踪这件事情是到目前为止 人类唯一这样失踪的一个航班 这件事情每年都会有人时不时的就出来讲一讲 比方说这个3月8号的时候 那个叫王桥沈阳 这有个人大概姓王 叫王桥是个沈阳人 他就说又过去一年了 隐姓全武啊 那年呢 就是飞机失事的前几天 我呢 在家里作为纪念永久的护身符 就是这张失事前几天这个登机牌 他说这件事幸运 但是他侥幸之余 还是觉得这件事情该调查清楚 还家属一个真相 然后他把那张登机牌放到这儿 是临近的航班的登机牌啊 还是他拿了登机牌没有上飞机啊 这事不太清楚 很多人都和这事情有长或长或短的 或直接间接的联系 比方说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跟我曾经讲过 他说我认识一个满航的幸存者 他在起飞之前 改航班飞了上海 他是一个书法家 现在一门心思做公益 那件事情对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生死观的教育 他说斯马尼有兴趣 你跟他沟通一下吗 我就回头说好呀 看什么时候方便呢 这首非常要好的朋友 40年那个老朋友给我讲的事情 今天我想说这件事 原因是这个英国美日电讯报 刚发了一篇文章 发了一篇文章呢 就透露一个大家此前不知道的信息 就MS370的飞行员 他曾经在飞机上 执行了大量的复杂的变相和调速的操作 变相就改变航向 调速就一会一会快一会慢 完全不是正常的飞行 非常诡异啊 大家知道在股市上 如果一个股票表现的非常非常特别 一会起来一会起来一会下来 一会没了一会又出来 那叫什么叫腰股 飞机为了安全起见 也没有必要嘛 所以飞机啊 特别是民航飞机 这种腰机的现象 此前人们绝少见到 但是这一次呢 英国美日邮报的时候 他今天就 最近几天就报道 说有个航天工程师 他对这事情感到好奇 强大的好奇心 促使他来研究这个问题 结果呢 他在5月4号发布了一个最新的研究报告 最新研究报告表明 马哈埃曼斯特370 在飞机消失之前的举动非常怪异 曾经执行大量的复杂的变相和调速 这个作者叫戈菲 戈菲在提为 利用什么什么什么卫星数据 寻找MH370的论文当中 他呀他用 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未必做深入的系统的 长时间的研究 他利用这两种方式 来跟踪 展示 弱信号传播 弱信号传播 就是根据这两个东西 相互配合使用 来解开MH370之谜 他说这两个系统绑在一块探测 可以有效的识别和定位飞机 现在飞机哪去了不知道 但是根据留下来的信息 用两种方法交叉来探测 这个戈菲也发现 说这架波音777的客机 这个机长有点怪 怎么怪呢 在飞机消失之前 他莫名其妙的 毫无道理的转弯 转一次还可以理解 他多次转弯 而且呢 这个弯转的完全不合 如果是两架空军战斗机 空中缠斗 那就说不定了 是吧 根据对方 然后不断的发生变化 你一个民航客机 你用得着 在天上来回这么折腾吗 左扑右剪 然后多次转弯 那他认为有一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呢 就是让人们清楚的了解他的目的地成为不可能 因为只有这个办法 只有这个解释 另外这篇论文当中还说这个飞机啊 在印度尼西亚 那个弯转的更奇怪 他先是呢 印度尼西亚呢 转大弯 然后跑那兜里圈 又回到南印度洋航线 也就是说 他的航行目的地跟那个没关 他跑到一个没关的地方 兜里大圈 然后呢 再回到南印度洋航线 他说他猜测 飞行员似乎呢 熟悉印尼这个城市啊 和周边的那些雷达的工作的时间 这些转弯呢 有可能是躲避雷达 当时啊 在国际局势并不紧张的情况下 当地那些地方 因为商业航班 他半夜嘛 并不紧张 没有紧张气氛 所以呢 周末的夜间 雷达系统呢 没有启动和运行 那你躲避个什么呢 这很奇怪 他选择那个时候 但是他小心翼翼 为了避免被雷达探测到 尽管飞行员频繁的变换了航向 但是呢 他依然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哪个方向 参考的航迹 就参考现在留下来的航行的轨迹 用那两种办法刻画的那轨迹 发现呢 他不断变相 先是安达曼群岛 然后是南非 然后是爪哇 东是二度 然后南至呢 九十二度啊 东二 南南两度和这个东九十二度 也就是说雅加达呀 克伦坡呀 墨尔本呢 这个飞行情况的交汇区在在那地方来回转 后来呢 就是科克斯群岛 科克斯群岛方向 所以这个作者在大量的分析了 科克斯群岛在大量的分析了这个机长奇怪的操作以后啊 他说啊 嗯 他今天认为这是个精心策划的操作避开了商业飞行航线的同时 因为这一段防径你这个非法一会快一会慢 他频繁启动呀 非常费油 但是呢 他好像不太在乎费油 而只在乎留下一个 假如人们来寻找的话 拿到了较早前拿到这个图 人们就乱了 你就不知道他飞哪去了 他似乎故意要给人们留下错误的踪迹 这个研究者呢 他以前也曾经发表过关于MH370漂浮物啊 漂浮物的分析报告 预测了370失踪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研究者不是那种啊 没有技术能力的而是技术能力相当强 最新的研究方法给出了这么一个报告 掉起了人们的兴趣 2014年的3月8号 从马来西亚基东坡飞往中国的北京的 这个MH370航迈失恋 现在这件事情是全世界最大的谜底之一 我跟你说 有段时间我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我就先听 MH370有消息没有 没有 没有消息 一直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依然没有消息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有一种说法 是个法国记者透露的 说是他认为他研究的结果 不是刚才那人了 换了一个人 换了个法国记者 法国记者说他研究的结果 是美军击落了MH370 这个法国记者他说这是个重大引擎 因为这件事情和中国军情有关系 所以你们中国人不说 他说MH370起飞之后 不到一个小时就彻底失踪了 在地球上彻底消失了 唯一留下的痕迹 就事后找到的一小片叫金富翼 机场有239名乘客全部失踪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没有找到下落的客机的遇难事件 时至今日在这家客机上有无数的猜想 无数的猜想 无论有多少 反正到现在为止没有最后的结构 这个法国记者说流传的猜想两个 一是飞机失事啊 三是飞机失火呀 二是呢 歹徒劫持 但是呢 这两个没有证据链 整体的逻辑推导不严谨 事实上 没有一个说法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但是呢 他研究的情况呢 他说 我这个研究接近真相 他不但这么说了 不但是公开在网上讲了 而且发表了新作叫做 消失行动不可能的MH370案件 这成了一本书了 这本书里面他提出的最新的观点 那就是由于这家客机上搭载了一批 有特殊信息的手机 注意啊 是因为手机惹的麻烦 手机惹的麻烦 手机里面有特殊的信息 所以美国派战机击落了它 正是因为这批手机 是要交到中国手中的美军的行动 是为了避免这些手机落到中国手里面 里面的信息非常之敏感 什么手机啊 什么信息啊 在哪击落 击落怎么雷达发现不了啊 全世界雷达都没有发现 那这说法站得住脚吗 美军击落的说法站得住脚吗 从逻辑上来说 你说人类通信能力发达到今天 一架受到严密监视的这个客机啊 大型客机 最先进的客机 突然间就消失了 这事太 太不可思议了 大家之所以这个东西特别让人家悬心呢 就是因为它太不可思议了 一个毛驴 一个帐篷 一个人我们都可以找到它 那现在这么大个家伙 而且这个信号是一直联系着 根本就不断 后来突然间信号断了 人类有各种办法 像刚才我说的 法国那个航天专家 他研究两种方式 然后一直追踪到他的轨迹 那个轨迹图是那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那如果把两个事连起来 你说美军 美军 击毁了 击毁了 它怎么飞出那个图案来 到底怎么回事 两种可能 一 如果不是一种极端的 到现在为止 人类的力量还不能够探测的清楚的 这种极端巧合的话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受到外来的更强大的力量干扰 有人想到了外星人 那你外星人本来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得到证明的概念 你是用一种位置来替代了 另外一种位置 但是这个法国记者坚持说 在客机消失的地区附近 能够做到这一点 只有美国能做到 美国确实有能力击落这个客机 而且他书里面大量的篇幅说 你说击落然后能够被发现 我告诉你 正是因为美军能够击落它 并且能够成功的做到 让你发现不了那才是美国 但问题在于 美国有什么必要做这件事 对美国来说 击落一家客机 这可不是击落 打死个苍蝇 打死个蚊子 也不是像伊拉克 二杀苏莱曼尼 杀死一个人 客机上那么多无辜的生命 几百人的 这个巨大的事情 美国能够把这消息封锁的这么严密吗 如果真是美国空军击落了MH370 我最近我准备和我那朋友介绍的说那次由于改飞上海而没有坐上这个航班 幸运的存活下来的那个书法家交流一下 我倒不是有意向他请教书法 我是想知道他那个角度上怎么看这件事情 人有一种巨大的好奇心 人们的好奇心 他的这种顽强程度可能比仇恨 比爱情 比这个比我们人类的很多情感都要来的强烈 比起长时间 我想我们这代人在经历了MH370 这个无头 这个这个没有头绪的失踪的案子之后 我们会一辈子都对这个事情表示关注 也许有那么一天突然间抽不冷子 这件事情的结果就出来了 就像这个英国的这个航空专家 就像法国这个记者一样 他们说的东西大致得到了较多数人的认可 那件事情也许就水落石出了 感谢收看本期节 下期节